哈喽大家好我是花儿 那我们今天的呢主题呢是要聊聊关于金牛座的一个爱情世界 那花儿也会不定期出一些关于占星星座上面的议题 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哦 那今天呢我们聊的主题呢虽然是金牛座 但是呢其实金牛座它分的范围其实也蛮多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对方的月亮上升太阳的金牛座 都可以参考这一个关于占星的一个金牛座的一个议题 那大家呢如果看到了你自己喜欢的对象呢 如果它在某个星盘里面它是有关于金牛座的 你当然也是可以参考看看 那话不多说我们来跟大家聊聊金牛座的感情世界吧 好关于金牛座的感情世界呢 金牛座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缓慢进行的一个 它对于它要的事情它是会非常的想很多的 那它们呢因为它们是金牛嘛 所以牛象征的其实是缓慢的脚步 所以它们其实大部分都是日久深情居多 当然有一些特例有时候金牛座会受不了 会觉得哦冲了啊冲了 因为牛也是有牛脾气的嘛 但是金牛座呢它对于它想要的感情它是非常专情的 除非你在这段关系中让它感受到不安或面未来 不然的话它是不会轻易的去迎亲别恋或者是轻易的换对象 因为对它来讲它的守护跟它的忠诚其实非常的高的 但是如果你要让金牛座喜欢上你 我觉得你要让它看到你是有未来 你们的未来发展呢是有计划性的 甚至呢让它可以感受到物质金钱上的安全感 比如说它们可能会相当在意你是不是是否很爱花钱 有人说金牛座很小气 其实金牛座对于爱的人非常的大方 你要什么它都会买给你 可是要认定它真的爱你 所以不要再说金牛座小气好了吗 所以说你对于金牛座大方 它也会给你更大方的回报 对它来讲 物质的安全感或者是它们对于实体的安全感是非常大 它们也很可能很重视金钱之外 它们也很重视你们的身体接触性方面是不是合不合 因为对它来讲这个也都是它可能会觉得要实际上面相处过 它才会知道的 其实某部分来讲金牛座呢 它也很喜欢有抱 所以当你的零位卖是金牛座的时候 有时候可以包包它给它一点力量 或者是说给它一个实际上偶尔准备一个小礼物啊 或者是它喜欢的贵重的东西 金牛座它喜欢物食上面或者是说实体上面有用到的东西 所以你千万不要送它一些什么像巧克力这种 就是比较不务实的 你可以送它比如说行动电源 它可能还比较开心 所以对于讨好金牛座其实是非常简单 就是生活上面的必须品用得到的东西 但是金牛座呢 它其实呢 它是蛮善于观察 因为它都暗兵不动 看看你在干嘛 搞不好它已经把你的FB全部看完了 或是把你的一些 你的过去的一些照片啊什么 它都透过社交软体把你全部看完了 所以呢对于金牛座呢你还是要有一些谨慎小心的地方 就是它们也是一个重视优雅的星座 但它们的优雅比较放在是落实生活上面 一旦你让金牛座觉得你是有距离或是你是有隐瞒的 其实它们都感觉得到 因为比起下来它们比较有可能是比较像是等待猎物上面 所以你对于金牛座 如果你真的喜欢它 我会建议你可以稍微主动一下去推动它 金牛座一旦确认有感情 它也会是主动那一方比较多 但是前提是它要百分百确定 有些人座可能百分之二十就冲了 可是呢金牛座可能到百分百它才能冲 那你会觉得说 哈那么难搞我干嘛理它 其实不是一旦你被金牛座爱上 你是非常的幸福 因为它们可能连你的十一柱型都一起包含进去了 所以在我觉得呢 我觉得金牛座它们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 懂别人的一个星座 甚至呢它们可能有些时候看起来很呆 然后可是其实它们都是大致入 所以很多时候你可以跟它聊一些关于时事现实 甚至居家环境 或者是关于一些产品上面的美感设计 它们其实都会非常的有兴趣 甚至它们可能对于理财投资 财务规划都很有头脑的 所以呢可以考虑一下这样子的人哦 那以上呢是关于金牛座的一个感情的沾心聊聊咯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